20万以内就能买到一台满配L2辅助驾驶的合资SUV 今天我们探店的车型是东风日产最近刚上市的新奇俊了 售价从181,900到262,900 一共有8个车型 但是它全系只有一个动力总成 1.5T的VC Turbo加CVT的这样一个动力组合 204匹300牛米的这样一个扭矩表现 但是1.5T在其他对手上面的表现怎么样呢 在本田的CRV上面只有193匹 在现代的自跑上面也才200匹 但是呢你对比一下大众的图观L2.0T的低功率版本 也就仅仅只有186匹而已 这样一听是不是觉得这个1.5T的VC Turbo很厉害呢 不过先别着急 我们来找销售了解一下 OK我们现在找到销售刘经理 让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款车 你好刘经理 我想问一下最近订这款车的人多吗 订哪个版本最多 现在订的话还可以都挺多的 现在订的版本比较多的话 是两区的一个豪华版会比较多一点 主要的话还是性价比会高一点嘛 因为在两区的话 城市SUE当中的话 这一个车的一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比如说AVM全机影像啊 12项主动安全配置 这一个版本基本都是配齐的 包括一些高科技的L2级别的一个自动驾驶功能都是配有的 这一个版本 OK我想问一个消费者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这款车目前有优惠吗 现在现金还没有暂时还没有优惠的 但是我们针对第一批的用户的话 厂家是有一个五年的一个双保赠送 还有发动机终身保修的一个政策 然后假如买这款车 有没有相应的一个金融优惠政策这些呢 有的有的 针对现在的一个金融政策的话 我们给到一个客户的话是两年十万的免息 还有客户的话是高达两年十四万免息的 十四万免息 那还是算下来是请优惠的 对对对 还有一点就是客户进来看这款车 都拿什么车型做对比的比较多呢 现在过来看这款车的话 对比比较多的话还是日系的几款嘛 本田还有丰田会比较多一点 就本田的CRV丰田的RAV4 这两款车型会比较多 然后就这台车 假如今天顾客来订车的话 交车时间大概会有多长 然后最近新车不是也受那个芯片短缺的影响吗 对咱们新奇郡来说有没有影响呢 新奇郡的话暂时没有影响 因为厂家的话主要的一个供应都在这一款全新的一个车型上面 对 关于这台车的一个外观设计呢 我就不过多的赘述了 但是有几点还是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你可能并不知道啊 这台车为了轻量化 它的基盖啊 两边的一纸板 包括它的四个车门都采用了大量的铝合金材质 以往只有在豪华车上面才用的材质 在奇郡上面它有了 不仅如此啊 它的下百币也是用了铝合金的材质 这有效减轻了一个黄霞的质量 提高了整台车的一个操控和舒适性 新奇郡的内饰的变化简直是翻天覆地啊 无论是从这个做工用料都非常的高级 跟它的老对手CRV跟RAV4相比都是玩爆性的存在的 这个12.3英寸的液晶仪表呢 显示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而且显示的效果也很细腻 包括这个中控大屏 无论是这个操控的细滑程度 还有它的显示内容 我觉得它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的 还有这台新奇郡上面的人机交互系统啊 我觉得它是在日常所有车型里面做得最好的 你好日常 在呢 看到了没有 奇郡的这点改变真的是太重要了 这个车门的角度85度的开角 这么大的一个开角 对于老人上下车来说 这一点是非常的方便的 以往之后CRV这些车型上面 才做得了这么大的一个开角 但是新奇郡它做到了 包括它的后排乘坐舒适性啊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毕竟日常擅长坐大沙发嘛 整个后排的角度可调 还有它的中间地台也是接近一个全屏的状态啊 对中间的一个乘客来说是非常优好的 不过有一点你可能并不知道 就是新奇郡还保留了一个7座的版本 但是嘛 你要是7座的刚需用户的话 我建议你去考虑MPV 后备箱的地台就没有CRV做得那么低了 不过它的后备箱空间还是非常的可以的 包括它的重身坐得足够的深 还有它的后排支持四六分割放倒 可以形成一个很平整的一个空间 说了那么多 我们还是去休息室看一下有什么吃的吧 整个休息区的环境呢 如你镜头所见 所见即所得 不过呢 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屏幕啊 上面会显示你的车辆是在维修中呢 还是说在质检 还是说在带交车的一个状态了 包括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玻璃啊 能看到整个维修百万车间的一个车辆状况啊 但是嘛 它的饮品也就仅仅只有矿泉水 罗汉果 还有大麦茶这三种了 还有就是疫情特殊时间 这些都是需要你自己去动手的 这一点还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嘛 不过嘛 这边的精品展示区就做得非常不错了 上面会有一些相应的汽车零件 以及它的价格标在上面 这一点对于我这种理工男来说 在这里简直是赏心悦目的 不过嘛 这个电火锅是不是贴日产标的 对比起CRV跟RAV4 你买齐骏能获得一个更好的驾驶体验 更好看的外观 以及更好看的内饰 而且这台车是有个七座版本的 这一点在其他两个竞品上面是没有的 星旗骏一共有八款车型 假如你不考虑七座的版本的话 我最推荐还是买两驱的豪华版 指导价为199,900 在这个价格基础上 你能获得一整套L2级别的ACC 真皮方向盘 真皮座椅 以及还有360度的倒车影像 功能配置完全是够用啊 假如你要买四驱的车型 我最推荐还是212,900的四驱豪华版 对比起两驱的豪华版 四驱的豪华版多了一套18寸的轮毂 还有一套四驱系统 先不说这一套四驱系统的越野能力怎么样 但是呢在增加高速的稳定性是有一定帮助的 还有这套动力的参数这么亮眼 它的四驱能力也不一定会低 但是相比起两驱四驱你能走得更远 好了本期的探电视频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有想看的车型 请在我们节目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